以及安倍维持某种程度上的威权政治的 同时也是不利于民主党发展长大的 那么其次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那就是 即使民主党发展长大了 那它跟自民党的竞争 也仅仅是内部的权力与利益 不是日本的发展大方向之争 尤其是在诸日外交关系 民主主权纠纷问题上面 双方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分歧 好的 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 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周日至下周二访问印度 两国或将签署多份军购大单及经济合同 而这几天的日本访长也访认 有观察指 美日益有诸多的共同利益 三国关系日益紧密是大势所趋 而且美国也乐见日益走近 美国当地时间周二 奥巴马将发表国情资本 此次将大打经济民粹牌 向富人开刀 主张改革税制 打击避税 不过面对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 奥巴马想要通过改革方案将举步维艰 奥巴马即将访问印度 届时他将出席印度国庆活动 这是奥巴马今年首次外访 印度总理莫迪在当选之后 曾经在去年九月里访问美国 我们观察这个奥巴马多次在新年之交的外访 无论是年底还是年初的外访 经常会考虑亚洲 亚洲这些国家中 印度显然是美国特别重视的一个国家 不仅是美英之间的各种合作比较多 另外它也非常重视印度在亚洲发挥的角色 尤其是在制衡中国方面 或者制衡巴尔斯坦等的一些国家方面 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印度CNNNN新闻中日称 美方针对奥巴马访议提出多个安保建议 其中甚至要求在奥巴马出席阅兵室时 设立禁飞区 不过提议被印度军方断然拒绝 据印度媒体披露 今年的阅兵室将有30多架军机参加飞行表演 飞行高度距地面60米至300米 其中包括超音速战机米格29K 印度主力战机苏30及胡适战斗机 这些战机将从印度北方不同空军基地 飞往寿检阅地新德里国王大道 实际边对飞行代表时间只有大约10分钟 其实新德里设有长年建飞区 总东府 总理府及附属建筑上空 都是限制飞行区域 此外美方还要求访问的三天期间 关闭新德里中部和新德里至阿格拉的高速公路 要求阅兵是巡游路途中不能出现流浪狗 不仅如此 美国官员还提议 奥巴马检约后将从新德里迁往阿格拉参观太极林 美方要求近200公里沿线所有参观酒店关门 美国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除了当然说它本身白普这方面的考虑之外 确实这个印度国内这个反恐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印度这个2008年造成过孟买恐怖袭击 那么一直都会在美国的反恐这个威胁的评估当中 一直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奥巴马访叶外界预计两国将签署多份军购大单及经济合同 美英关系有望迎来新高潮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政府认为从战略角度来说 一个崛起的印度符合美国利益 主管南亚事务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尼莎·毕斯瓦曾经说 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 我们与印度的关系基于一个原则 那就是强大的印度符合美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智库战略继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 美国和印度在多边安全上拥有共同利益 尤其是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问题 一个总理莫迪去年访美后 美英发表共同声明指出 两国致力于和其他亚太国家就此密切合作 展开磋商与对话并且进行联合军演 该中心还认为 美国与日本也正在寻求和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 这显示彼此的信赖程度高 愿意分享敏感技术 有分析指日益关系走进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周六在印度访问的日本外相安田文雄 与印度外长斯巴拉及举行了会谈 在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积极扩大海洋权益 双方就日本印度及美国加强合作达成一致 双方同意努力推动美日印三国外长会谈 请早召开 我觉得三国在这个战略方面加强合作和协调 特别是在这个亚太战略这个协调这方面呢 的确会在这个亚太可能制造一些更紧张 或者说大陆竞争的一种态势 但是我觉得它对中国的影响 不是那么太直接的 中国还是有保持一定的战略定理 面对这个美日印三国本身也不是完全是一盘皮的 可以说这个印度在很多方面也与这个美日是有分歧的 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不是太担心 曾担任过日本副首相的钢田克也 正式出任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 钢田在当选后表示 将其全力改变国会自民党独大的局面 并表态不能同意安倍内阁制定的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政治企图 因为日本的安保环境并没有如安倍吹嘘的那么严峻 日媒就报道